Hello,大家好,我是端腿 今天又来到泰国里了 泡沫可能是我在泰国里最喜欢的店了 虽然经常有新的菜品在更换 而且品质都还不错 不过偶尔还是会想念以前的水上炸鸡汉堡 还有奶油烩鸡肉 每晚八点之前呢 都有十款生皮是买一送一的 位于泰国里的这个地景 这家店在我心里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出了室内 外面这个小阳台的风景是极好的 天气好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提前定位 主打的就是精酿啤酒嘛 这里面有36款精酿啤酒可以选择 我是从脚沙头的纪录片开始入的坑 无论你是啤酒的自身建厂家 还是只是喜欢喝酒的小白 只要告诉店员你喜欢 比如说浓的呀淡的呀 厚重的呀香气的呀 还是水果味十足的 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而且酒单呢也在不断的更新 最近欣赏了迷信阿富拉 是加入了普通混酿的蜂蜜酒 答应我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酒 每次都贪心的想要尝更多的风味 这次呢就点了一个六连套 每一杯呢是200毫升 选的都是一些口味比较清淡爽口的 酒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千人千种喜好了 我选的是极富的酥脆苹果 之前他们家有一个肉桂的也很好喝 但厚重的石桃就不是我的菜了 蒜香猪软骨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下酒菜 咸香又有嚼劲 非常适合配酒 沙拉成都就太有本地特色了 这里面有灯饮牛肉 还有爽脆的蔬菜加上粉丝 用后面有红牛的芝麻酱做酱汁 其中无花果和枸杞呢 又丰富了口感和味性 每一种食材的搭配都很有层次 就一口一口吃的停不下来 麻婆豆腐薯条一直贪心的觉得 如果改成脑花麻婆豆腐薯条 它会不会更好吃呢 不过他们家有炸脑花 下次呢可以混在一起试一下 烤香肠拼盘真的是下酒良品 好好吃 它的肉质还有它的油脂都特别的好 配的小石书呢 处理的也都是一点都不马虎 一口肉一口酒 这也就是我觉得最爽的事情了吧 被这烤猪肘惊艳到了 皮脆肉呢说的就是它了 下面的酸菜加上这黄剑 我讲真的是解腻油提鲜 墨西哥干烙辣味玉米片 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边说话呀 然后一边吃的一道菜 不过如果不尽快吃的话 玉米片就会变软掉 来泡沫这么多次 每次都有新的惊喜 每次也都不会失望 真的是没有想到一家酒馆菜品的品质 这么好 每次有朋友来成都 这里是必来的餐厅之一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